字幕作词 李宗盛 他的脚都破坏了 一直流血 没有半边的脚趾 便可以见到骨 一直开始腐烂 逆动 youtube 款款隨時置動物於死地 而兩歲的伯伯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伯伯去年11月在粉嶺九龍城村 左前腳懷疑被捕手 到被發現時已經傷到肩骨 即開始腐難 沒有大部分的腳趾 剩下一半後就手指 屍骨直皮都沒用 最終要切完爛肉 再等雙口購買 手掌都還在那裡 所以現在它走路 慢慢走就可以 跑就要適應 要適應慢慢來 一般被捕到 就一定斷骨 還有九成以上一定要折肢 因為基本上都沒得扣 之後伯伯還被主人遺棄 趙生趙太就收留了它 同樣慘租毒手的還有半歲大的女兒 受傷到現在兩個多月 雖然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但還好怕出街 也沒有以前那麼活潑 它的目標當然不是狗 而是野豬 兩年前周生養的沙皮狗 就在家附近種過捕獸籠 幸好只是擦損下 漁護署早前都來過九龍坑村巡 不過並沒有發現 其實政府過去三年 分別在大埔和粉嶺幾條村 發現超過二百個捕獸器 但成功檢控的只有四中 根據法例 未經許可管有捕獸器 可被罰款五萬元 如果證實用來捕獵獸保護動物 最高可以被罰款十萬元 和監禁一年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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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